好 今天就要帶您關心接用市長謝國良罷免案失敗之後 大家都非常關注 會不會影響到民進黨秘書長林又昌的下一步呢 因為外界點名說他有可能會去選新北 那甚至有外界點名說他應該要先請辭民進黨秘書長一職 那對此林又昌則是強調說 罷良案民進黨沒有介入 但你才聽 罷良是公平的一個行動 跟民進黨其實並沒有關係 民進黨從頭到尾也並沒有介入 國民黨他們不責一切的一個手段 在這個過程裡面去做政黨的一個操弄跟對立 我想這個人民也會看在眼裡 真正介入的其實是國民黨 那當然我剛剛在節目上面其實也有說 其實這個背後可能不只是雇糧 其實可能更重要的可能是雇租 因為國民黨的黨內在明年的五月 其實還有包括這個黨主席的一個選舉 好 是一個一天要林又昌表示 民進黨沒有介入罷良 真正介入的是國民黨 因為他們可能是要來雇注 另外針對前總統蔡英文訪歐結束之後 有美國媒體報導 接下來可能會去訪問美國 那林又昌也是表示說 小英總統其實是讓國際 讓臺灣的能見度更高 他對臺灣所有的人民來說都是正向的 那中國會不會氣得跳腳呢 他則是強調說不論我們做什麼 其實中國都會不太高興 那一下就是現場最新 也就是盡力而已 詐欺賞 我們在進行